大家好 歡迎來到左翁遊歷 剛剛過了新年想跟大家分享點滴 有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預新年時會去日本玩 日本的北海道 他買了直航機票 但最終由直航變成轉機 事源就是這樣 在12月27日日本宣布實施一個緊急邊境措施 針對COVID-19的控制方法 由香港出發的旅客只能降落在城田、羽田、關西和明谷中部機場 其他機場是不容許的 換言之直航變成轉機 因為我朋友是飛北海窄房 一定要在這四個機場才可以轉機到窄房 我朋友就傳了電子機票給我看 我一看之後 嘩 令我眼睛都凸了 上面寫著兩項令我朋友很擔心的東西 1. 行李非直掛 2. 不同客運大樓 我就解釋給他聽 過程是要由機場辦入境手續 到時拿護照出來吸入境印 之後再到行李使用帶拿行李 嘩 你到時看的人很多了 打完蛇餅 用很多時間 之後還要去第二個機場重新寄行李 轉機只得2個多小時 還有他們有大有小 又有行李 又有滑雪板 如果是你 你聽到之後會不會未玩 已經覺得很擔心呢 我朋友在上網查資料 看看有什麼分享 怎樣到時可以方便一點 輕鬆一點 完成一點的過程 看完之後 他都一舊魂 就打電話給我 我跟他說 很容易處理 你不用擔心 說完 他更好擔心 我索性說了 不如這樣吧 你飛那天我送你機吧 幫你解決好不好 在這裏很多人看到機票都有疑問 明明國泰和日航都是環宇一家 飛到日本都是同一個機場 又不是這個乳田去成田 已經是乳田轉乳田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時我明白的 政策要變 沒得問為什麼 只有跟著做 我有看過國泰網站的條款 可能不合乎行李轉載的要求 幾日後 日本又放寬 容許直航到窄房 我朋友打電話 去國泰改回直航機 他們說 沒位了 唯有硬吃這個轉機 大家想不想知道 他們最後怎樣處理 事不宜遲 去片 到出發那天 我就在機場協助他們 我們去航空公司櫃桌 跟地勤溝通 會否情況會有改變 他看回手上的文件 看回就說 行李我們不可以幫你寄到窄房 還有你到達後 還要去另一個客運大樓上飛機 然後我們看回時間 都不是太多 然後我就跟職員說 我說他兩班 一班國泰 下一班坐JL 兩班都是環與一家所屬的航空公司 我就跟他提出了兩個協助事項 一 寄倉行李 就幫他打一個牌 叫做Priority Baggage 就是我們簡單叫做優先處理行李的標籤 就掛到行李上面 眼尼的網友一看 就會鼓勵朋友肯定坐商務機位 因為那個Tab上面寫著Business 大家不要誤會 我朋友是坐經濟客艙 乘客如果有合理的原因 地勤人員會幫忙協助 第二就是當他們到達了羽田機場 安排一個地勤人員在閘口等他 這個安排必須要起 Check-in 時和地勤人員說 需要這個協助 地勤就會給大家每人一張轉機協助卡 到了當地日本後 給地勤人員看 之後就帶他們去到入境櫃桌 這樣就節省了很多時間 因為他轉機的時間不充足 很短 日本的地勤人員就帶領他去到入境櫃桌 我朋友幾家人就很順利 很快就做了所有入境手續 之後他就去行李輸送帶拿行李 大約等了五分鐘 行李已經拿到了 之後他就把行李放在行李車上 推行李車離開 他就找電梯落一層 去下方的馬路邊找零牌 接駁巴士 去客運大樓一號 那班車就五分鐘一班 坐七分鐘就到特地一客運大樓 落車之後就要找電梯 上去一層 去找日行的Check-in 櫃桌 再寄行李 幸好在香港的時間 已經印製好由羽田到雜房的登機證 所以只是寄行李 很快就搞定了 做完所有寄行李的手續 他們就去安全檢查 即安檢 接著做完安檢 看回時間 還可以吃拉麵 之後就回到雜貨店坐定登機 所以之前出發做了少少的功夫 到達了機場 其實是省了很多很多時間 令你轉機得心應手 我也想跟大家說 在上面是要一套票買 不可以插手買的 兩件機票 一定要一段過 如果第一個航空公司 和第二個航空公司 沒有聯盟的協議 我們之前所提出的兩項協助 他們是不會提供的 這個行李直掛和非直掛手續 在不同國家 不同航空公司 有不一樣的安排 想知道更多 歡迎留言和點讚 其實買機票或者去任何國家 你看到行李非直掛 因為你一轉機 行李不是直掛 會用你大量的時間 怕會錯失下一班登機的機會 一個下機 第一時間看到廁所 打完蛇餅都繼續要排隊去廁所 第一個浪費時間 第二個 沒有事前安排 拿著護照去入境櫃台過關 你又沒有通知任何人 你又自己排隊 這裡又是浪費很多時間 第三 拿行李 沒有事先叫職員幫你出優先牌 又是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下機這三個地方 之前做了安排和功夫 之後的時間是大大散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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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